海豚教育室 歡迎來到海豚教育室 我是Mr.海豚范振宏 今天的大盤雖然說520 但是好像沒有這個520行情的味道 那今天還好啦 其實我反而比較怕520行情 因為這個一衝出來啊 量一爆啊 搞不好又是主力外資出貨的好機會 那今天其實今天的量的呢 算還不錯 大概1700億好像168多吧 1692 今天這個量能還算蠻穩定的 所以就是維持這個震盪盤 基本上這個看法沒什麼變啦 反正就10...10656 已經這邊幾週啦 三週多了 10656不要破 那大家就喜歡做這個震盪 那就是看接下來要往哪裡表態 雖然海豚一直說啦 說這個10656感覺是遲早會破 那到目前都沒有破 所以怎麼樣 那海豚就知道持續做多 就持續做多嘛 反正就是 海豚常常講嘛 縣途告訴我該怎麼做 那我們就怎麼做 那既然目前10656沒有破 那我們就繼續做多 那等到它破了 我們再來看要怎麼做調整嘛 那當然這個調整要先想好 要先想好 不然到時候真的破了說 你會手忙腳亂啊 那國際消息面的部分呢 其實昨天海豚沒有錄影 那這個昨天盤禍稿有寫到 就是前天美國的大漲 美國 美國 前天美國的大漲 是什麼 非經濟利多啊 就是要那個疫苗出來的嘛 前天啊 前天來講是這樣 疫苗出來所以大漲 加上鮑娥的放話 那其實那個鮑娥的放話呢 界商其實大概早就知道啦 就是那個聯準會會 不計一切的代價 來去做一個救市的動作 動用所有金融工具都要救市 那所以海豚在左側面 其實也有明確說到 這一波如果有修正 海豚是不行像放空個股 其實兩個原因啦 一個就是因為各國政府都在救市 所以你等於是跟政府對坐 所以其實這樣子容易被嘎到 就算它最後是真的一直下跌 但是中間有時候因為一些 可能又丟了幾百兆 不是不是幾百兆 幾千億幾兆的錢出來之後呢 你可能短信會被嘎上來 所以這是不好做的原因 那第二就是什麼 台灣啊接下來六七 應該說七八九啦 但是六月開始就會有一些什麼 所謂雛權期的一些狀況出現 那對一些個股 如果你放空的話 也會有一些嘎空的問題 會嘎空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海豚就比較偏 可能指數方面 或是避險類型的 去做一些小量的佈局 就跟大家講一下 那回來看美股啦 可以看到今天特別把這布林通道 加粗一點點 加粗一點點 可以看到其實這間布林通道 是進行壓縮了 所以代表什麼 接下來不管向上向下 應該行情都不會太小 當然台股也一樣啦 台股也是進入 台股還沒啦 接近壓縮啦 但是道琼是相對明顯 是進入壓縮的 所以呢 加上這個KD指標的部分 在昨天的大拉 應該前天啦 前天進行就是黃金交叉了 那在應該說 美股時間的昨天 美股時間的昨天 那就是台股時間的前天 繞口令 這個KD拉上來了 那其實小道琼在昨天是有過高的 創短線新高 那道琼是沒有啦 那所以這邊要留意什麼 又再次出現一個背離的 一個準備的狀態 所以這邊如果無法連續的拉上去 把這KD再次帶到動畫區 接下來背離 我覺得就真的要很小心 加上有分之前在3月多的時候 反彈的時候就有說到 反彈期大概就是兩個月到三個月嘛 一個多月到三個月啦 那其實現在也已經滿兩個月了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都是 要提高警覺啦 那今天有說過第三季開始 電子股要特別小心 你展望不夠好的 去年營收極其高的 其實都要特別去做留意 所以美股這部分 昨天又因為那個 Moderna 這個數據傳說是造 不是不能說造假啦 數據被質疑 就是因為他說45個檢測數據 他其實只提供了8個 只提供了8個是 就是有產生抗體的數據 來去做一個報導 那甚至也有傳出啦 說這個Moderna這個公司啊 在高點的時候 拋售了很多的股票 那其實就引起這市場 有些質疑 這公司是不是在炒消息 所以有點類似 一間公司炒了全美國的股票 的這個味道 那所以呢 這個昨天就修正下來 那大家就看一下接下來的表現 但目前小道琼盤後是 不是盤後啦 就小道琼指數目前還是小漲的 就看今天晚上那股怎麼表現啦 那另外就是明天的 明天的村領失業救金人數 還有海豚也講過 連續勤領失業救金人數也非常重要 如果說接下來連續勤領失業救金人數 沒辦法掉下來 沒辦法快速的降溫的話 就是說 之前失業人沒有辦法順利的 快速的重返工作崗位 這會很重要 如果沒辦法的話 我覺得接下來的 整個需求狀況可能會比想像中再差一點 那當然如果大家最近有看一些報道的話 也發現說 開始有些人在講說 雖然說S&P500目前彈得很高 但是目前的本益比的狀態 是比這裡還要高的 就等於說短線的話 S&P500的本益比來說是過熱的 所以這也是要提防的一個點 這也是要提防一個點 當然台灣抗跌的原因 我也有講過了 去美化 不過這個去美化最近有點要打折扣了 因為華為世界又被影響嘛對不對 那 除了這個去美化以外 就台灣就沒有疫情嘛 所以 國外相對比較願意把訂單下來的台灣 因為比較不會受到什麼停工的影響 那另外台灣又有高指率率的股票護體 所以這部分都是可以去做 留意也是會是 接下來相對抗跌的一個機會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個股 昨天 海燈有說 Tail官這邊有說 說什麼 疫苗出來了你會不戴口罩 你會不量體溫嗎 你會不勤洗手嗎 我想還是不會 因為這個疫情的確還是會開始改變人類的生活 所以今天怎麼樣 口罩就三個漲停了 當然說 這個 很大很可惜 因為這個海藤星瞄準他滿久了 就這邊整理下來之後呢 沒有走出海藤腰的形態 就放飛了對不對 就只能放飛了 那康大香也是一樣啊 這次週報也有寫啦 就是為什麼啦 跟大家講一下 可能星期一沒有講 你看有趣喔 跌這麼多 哎呦這個大戶怎麼買那麼多 當然懂意思了吧 為什麼跌這麼多 大戶為什麼買那麼多 就是因為什麼 在減貨嘛對不對 有人到貨就全部被吃走了啊 這就是康大香的部分 為什麼 海豚星期一想要買它 因為其實星期三了嘛 那問題是你這個怎麼買 對不對 這漲那麼高 風險太大了 萬一出什麼狀況突然個回檔 看賣的虧損是10%到10%以上 那另外俄文槍 今天熱硬 也漲停了 也漲停了 那這週報也有寫到啦 週報也有寫到 那其他的像松翰啊 宏康這邊可能表現還比較弱一點 不過泰博 昨天也是跌停啊 今天也是大漲 好展今天表現還不錯 不過好展營收是相對 有一些問題的 就因為他營收沒出來 那相關好展的分析 週報也有提到 要注意什麼事情 那他有機會會爆發 但是就是要注意啦 因為這個是算是我覺得 對他還是有疑慮 只是有些數據要等他出來做才知道 那疫苗檢測部分呢 高端疫苗今天真的是很high 今天真的很high 那個搓漲停 結果開接近跌停 盤上又拉上來 然後最後又縮小跌 這個今天當天的政府真的是非常大 非常大 那其他部分像快篩類的 疫苗一出那個莫德納嘛 那個疫苗一出問題 這個昨天大跌快篩又復活了 大跌快篩又復活了 那其他的這個毛寶 也是還在 欸 到26號才那個結束分盤交易 不過這個相對跌比較多啦 這個大家注意一下 那另外還有什麼 今天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強勢的族群 LED啊 LED啊 以前盤中有貼嘛 有一檔漲停嘛 惠特嘛 這個也是比較可惜啦 比較可惜啦 不過海豚買的另外一檔 LED表現也不錯 我不告訴你是哪一檔 我不告訴你是哪一檔 海豚一直在等他量縮 等他量縮 可是縮的一直沒有縮到海豚要的一個狀況 沒有縮到海豚喜歡的樣子 沒有縮到海豚的形狀 所以海豚就沒有買了 那當然 海豚在那個週報也有提到嘛 欸我有把那個貼上來 惠特 短線沒有大量關鍵點不好守 所以我比較傾向等待量縮 價穩量縮之後 再來找買點 那當然有些可能學員會比較積極嘛 因為惠特真的是不錯 真的很不錯 海豚週報都有寫 那想積極介入的話呢 就去守這個跳空缺口114 那是有學員還真的 真的是有學員去買啦 今天就跟海豚講說 謝謝海豚帶我飛 就聽著看著覺得很好笑 就是謝謝海豚帶我飛 那其實我自己沒有帶 沒有帶學員上車 那週報學員你自己有買 那我就恭喜你 那當然一樣留意一下 後續的一個狀況 那移動出場點 就看今天低點就好啦 簡單就這樣 那其他的呢 基本上這個就直接給你看了嘛 對不對 你也知道海豚就是在看 看這個族群裡面哪些股票 你自己有興趣可以去研究一下 像台表科 也是兩週前的週報 兩週前的週報 禮拜五好不容易攻擊了嘛 這禮拜連續兩天續攻 那一樣啦 就是海豚週報 好不好用 真的就是大家看在眼裡好不好 好啦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分享到這邊 那一樣 喜歡海豚分享影片 記得幫海豚按讚分享 然後另外記得要訂閱 好不好 因為目前好不容易訂閱數回到500以上了 趕快好不好 回到1400以上好不好 那記得要開啟小鈴鐺 那一樣齁 就是接下來 盤勢可能會持續震盪 那選股的方向非常重要 那如果你真的需要選股的方向的話 記得參考海豚的週報 那如果你真的 不想看海豚寫的那個一對字有沒有 你只想要賺錢的話 那你也可以考慮一下最近還在優惠期間 今天可能就要結束的這個年終慶的部分 那下面有表單 有興趣的話可以點選了解最新優惠 然後那個海豚助理會跟您聯絡 好那祝大家操作順利好 拜拜